为阴雨天气 中部以北有机会出现雷雨 而气象局表示 这个雨势入夜后会更明显 而明天东北季风又来袭了 北部的高温恐怕会骤降10度 不过环保署也观测到 西半部的空污相当严重 亮起了橘红灯警示 专家就警告了 空污中的有害物质 像是重金属硫化物等等 溶进雨水中 恐会造成掉发皮肤过敏 提醒民众这几天 千万别淋雨 封面来袭 17号下午大约4点 气象局在苗栗县观测到 今年第一道春雷 周四五号全台变天 中部以北地区可能出现雷雨 南部则有零星降雨 雨势越晚越明显 那在今天晚上到 明天上午封面通过这段时间的话 各地的降雨机率都会增加 其中离北部地区 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雨势 那明天来讲的话 封面通过之后 东北季风增强 北台湾的话 将会有降温的情形 周五东北季风报道 气温骤降 北部高温降10度 中南部东部略降2到3度 天气出现变化 近期空气品质也亮红灯 根据环保署资料 周四西半部亮起了红橘灯 可能对所有族群 或敏感族群不健康 还有专家警告 千万别淋雨 因为空污中的有害物质 包含重金属硫化物 及氮化物 会溶进雨水中 恐会掉发皮肤过敏 空污结合大雨 有害物质 恐怕伤害头皮 也伤害皮肤 民众出门 一定要记得撑伞 小心防护 这周天前黄地奥 杨湘远3G台北采访报道